这点也关心到艺人黄紫焦 因为持有儿童的性引上而引发社会的哗然 现在不止立法院要积极来推动 收儿少法等相关法律 艺人们也关注到这个议题 也发起了联署 希望推动这些儿少的一些修法 以及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个儿童的保护 今天艺人沈玉玲和李佩甄两个人出席活动 提到这个问题呢 他们也强调说现在就趁着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要来检讨相关的法令 来听一段他们的说法 那我这样看了看 我就发现说因为其实司法也处理了 社会也已经有公平了 你知道在这个节骨眼 说了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那不如就是改天再说好了 改天再说 时间有时候是最好的 因为这题目有点大 我倒是觉得说经过这次的事件 我们反而要更加去重视这个儿少保护的 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还是整个事情 事情本身是遗憾的没有说 可是呢我们如何把它转为一个正面的力量 那就是说让这个我们全国民众 然后让他们去更重视儿少保护 在台湾一直都有在做 但是可能重视度不够 或者落实度也不够 那如果可以转成这方面的一个正能量的话呢 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个妈妈就是想要自己的小孩在一个平安 然后就安全的环境下长大 我们就往这方面去努力 而持续延烧的黄紫焦事件恩师这个张小燕呢 也被波及不少人就认为说呢 他管教不言甚至有包庇的行为 对此呢今天上午传出一段这个张小燕 对朋友聊天的截图 讲到自己很愧疚 还说如果知道这种情况 绝对不会将孟耿如 嫁给黄紫焦 对此沈玉林和李佩真都表示说呢 目前今天在忙这个活动的事情 还没有看到这些新闻